台视派在大陆采访已经长达一个多月的记者许昊平、刘忠记跟黄武豪今天也平安顺利地自大陆脱险 还目前仍在日本 而他们也带出了最后一批台湾记者从大陆所带出来的珍贵的录影带 以下就是他们所带回来的最后一批我们得到的最珍贵的第一手画面 各位观众这里是大陆北平发生血腥镇压的重点地区之一 而您可以从画面上明显地看到 在标语的字役里几乎所有的民众对于这次中共的血腥镇压都感到非常的奋看 虽然使得现在北平成为一个是一个几乎血腥的图层 但是大家民众的敌开心却相当强烈 尽管中共对于言论的尺度紧缩而封锁性却逐渐扩大 但是在市井街上各机关和学校都已经停止了作业上班上课 但是在市井街上仍然小到消息普遍的流传 民众虽然沉默 但是对于这一项屠杀的消息却议论纷纷 他们也有许多彼此共同的经验 由于目前中共建议部队进驻血腥镇压 不但对所有抗议的民众开枪扫射 更对中外的新闻采访记者严厉制裁 台市新闻在旅馆被查封 行踪被监视的艰苦情形下 几天来都是借着制高点和计程车的掩护持续冒险采访 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今天6月6号 台市记者坚持到最后一批撤离前所拍摄到 北平市屠杀浩劫之后的最新画面 世界上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而大街小巷除了围着看大小自爆和低声泄愤的人群以外 几乎大部分的商店都已经停止营业 他们对于中共蛮横的暴行 尽管是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鹤枪实弹的中共正规军 他们的手段实在残忍的令人法治 台市记者刘忠记许浩平在协力掩护下 顺利记的庞武豪甚至几度痛心的按不下镜头 不过还是有民众在军队的威胁下 冒着生命危险 在今天勇敢地接受了台市新闻的独家访问 更把中共残无人道的行径显露得淋漓尽致 后来采取这个行动 其实我们谁都没想到的 总觉得共产党说话是顺受的 他一定会听起人民的意见 听起学生的意见 因为学生并不是为了个人 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可是没想到中共才是这样的行动 我们人民谁也没想到能这么做 现在他一个教然的说 他这样做是为了粉色一次动论 我们没看见学生在搞动乱 也没看见人民在搞动乱 我们不知道这个动乱 到底是谁来直接搞动乱 但是现在学生们 据说已经是很多学生 已经是在广南南出不来了 牺牲了 但是现在的报道 我们其实还没有 官方的报道 到所谓的位置 他是一个人也没死 确实我们不可信 我们根本不能相信他这个谎言 但是我们也得不到 真正实体的意见 我们现在也得不到 那就对于未来的情况 你们心里觉得说 中共未来会怎么样 再采取更高的政策呢 我们相信人民总就会起来的 因为这一次的学生没有错 市民没有错 老人孩子更不会去制造动乱 他这样的带着人民 我们想 我们有十亿中国人民 最后是会起来的 这位妇女所提的事实经过 可以从下面的这一段影片看得出来 6月4号这天 整个情势由瓶颈转为紧张 是在零点开始 庄稼车震耳欲聋的声音 跨过了长安大街 快速地冲向天安门广场 沿途并且释放出催泪瓦斯 紧接着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枪声 一光弹的红光 在远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而刚刚通过的庄稼车 却被民众放火焚毁 这个时候所有部队 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层层包围 首当其冲的 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西北侧的 一千多名徒手没有武装的工人 后来证实大部分都遭到了 共军无情的枪击 死伤极为惨重 在这样情形之下 戒严部队指挥官以武力作为后盾 向学生谈判 要求学生由 而学生方面由王丹及民歌手侯德舰出面 戒严部队命令学生 清晨5点50分以前全部撤离 否则开枪射击 在无可奈何之下 学生们答应撤退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共军违背了诺言 步枪兵逐步向天安门集中 开枪射击 坦克也以铲兵所有帐篷为名 肆无忌惮地在广场上横冲直撞 凡是来不及脱逃的学生 全部都遭到无情的射杀 或者是碾死 目击者形容大约在500人左右 即使是在远处 都可以听见密集的枪声 在天安门清剿完毕之后 天已经逐渐放亮 坦克开向长安大街向群众示威 沿途并且有枪兵向路旁的民众放枪 而愤怒的民众也焚烧公用车辆泄恨 更令人痛心的是 机缘部队直接向围观的民众开枪 当街射杀四散奔逃的民众 由于中共一直到今天封锁着天安门广场 详细的死伤情形也没有对外发布 但是从现场募集 以及民众众多证人的指证 没有人能够抹杀 这一个晚上的血腥屠杀 历史永远会记住这一天 台词新闻 杭武豪 刘忠记